手执逼艇 某十秒预备 就让我依观楚楚 用我心去造气 共含全世界 突然很想对你讲一声对不起 遗忘自己 成全自己 受个伤懂得就戒备 贴密住气 仇恨知识 难过猜心者不卑鄙 但我无尽逃避 机关适尽 发现唯有你 我舍不得 我也输不起 在我得到静我宇宙得现话 遗忘自己 成全自己 受个伤懂得就戒备 甜蜜处器 仇恨知识 难过猜心者 物卑鄙 但我无尽逃避 香港电台 马间失败天地 时间来到晚上的十点正 现在又将请报第一次新闻 首先在今晚的新闻提要 本港联同两个外国警方 征迫86宗网上情缘骗案 73名受害人是香港人 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超过900万 消防传承认 将军澳百姓各一条山间 早前发现大量泡沫 与附近训练学院一次训练有关 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出 楼是用你住 不是用你炒 根据新闻的详细内容 本港警方连同尼日尼亚及马来西亚警方 倒破跨国反罪集团 涉及86宗网上情缘骗案 涉款6千万多元 当中73名受害人是港人 大部分是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 其中一宗损失款项高达910万元 王蔚佩布 本港联同尼日尼亚及马来西亚警方 在这个月初采取行动 倒破一个跨国网上情缘骗案集团 拘捕14人 包括两名主脑和11名骨幹成员 涉及86宗骗案 款项达到6千多万港元 其中有73名受害者是香港人 大部分是女性 涉及5千多万元 其中一宗案件 受害人被骗900多万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 许以为说 这一类骗案 受害者有较高学历 懂得用电脑和以英语沟通 骗徒透过社交平台 得到受害人的信任 骗徒大多都会自称来自欧美地区 而又在东南亚地区工作的一些专业人士 例如你会说自己是工程师 跨国企业的管理层 或者是驻海外的军人等等 用英文和受害人沟通 尽快去投其所好 当受害人对骗徒产生了感情之后 就会用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去背负他们 警方说这些受害人都没有跟骗徒见过面 只是透过网上联络 有些会谈过电话 骗徒拿到钱之后就会从此失踪 可以为提醒市民 网络虚异世界不能够尽信 虚异世界的身份或者照片都很容易去偎母 所以千万不要麻木地很快地去相信对方的背景 很多时候骗徒都会采取一些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 很密集式地跟受害人进行沟通去博取他好感 所以切勿轻信甜言物语 根据警方数字 网上情愿骗案在过去三年来有上升趋势 一共录得181宗 涉及款项合共1亿3千多万元 今年头10个月就录得90宗 比去年同期上升超过一倍 今年的案件中的受害人 九成是女性 年龄介乎25至73岁 近半是百岭人士 亦都有部分是专业人士 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 香港电台记者王伟陪报道 将军澳百姓各消防及救护学院附近一条山间 早前被发现有大量泡沫消防处承认和事件有关 有次事件和一次飞机事故训练有关 并对事件表示业维 但你强调泡沫不含毒性 又进化背读 上星期出现大量白色泡沫的山间 是在将军澳百姓各消防及救护学院附近 事隔一星期 消防处完成初步调查 承认和事件有关 消防及救护学院院长毅德勇表示 相信有关泡沫系统11月底至12月初的一次 无疑飞机事故训练有关 又对事件表示协议 他说消防处在处理燃油或油库的火警士 会使用泡沫灭火 但在今次事件上 负责收集泡沫的其中一个闸口 未有即时打开 令泡沫流到雨水渠 我们发现到 刚才说的那个闸口 未能够即时打开 泡沫的泡沫流到雨水渠 即是没有流到地底缸 当我们一发现到的时候 已经即时将那个杂制打开 将有关的泡沫流到地底缸里面 被多次问到消防处是 何时得色事件 毅德勇都没有正面回应 强调事件不涉及人为疏忽 或者纪律行为 有关泡沫也不含毒性 记者今日去到涉事溪间的出口视察过 发现出水口被绿色网围住 泡沫已经大致清理好 出水口只是剩下小粮泡沫 有望到山间的屋苑居民 就对事件感到担心 今天有些烟味 或者有些污染 或者不知道是什么 担心污染我们的环境 不知道是什么 有毒性的东西 消防处说 学院会暂时停用泡沫来做训练 直至学院中受泡沫污染的渠道 完成清理为止 又说涉事系统仍处于启用初期 操作人员需要时间续集 处方亦会加强训练 香港电台记者由进化报道 市区重建局公布 在大国水曼安街 和大国主导开展需求主导重建项目 完成重建后提供200个住宅单位 预计8-9年之后完成发展 发展成本17营 市建局预计项目会规矩 甚至永贵度 这个需求主导重建项目 在大国水曼安街 8-30相数号 以及背炮的大国水道 193-199单数号 共16个街号 L营地盘众面值 约1770平方米 楼高6-8层 楼宁近60年 市建局照早派人到墙 做人口冻结调查 确定住户数目 和了解楼宇使用状况 市建局估计 涉及102个业权 一共168个家庭 和19间地铺 完成重建之后 可以兴建200个 300-600尺住宅单位 另外提供2000平方米 商业零售用途 包括地铺 预计2024年 至2025年落成 本身是业主的80岁居民方太 欢迎市建局重建 使用水 应该它滴下来 硬盖都被你定不定到 那就是想想落落 不方便 住在这里的巴基斯坦瑞 租客Safi 和太太住在一个 170尺的劏房单位 他说地产经纪 歧视少数俗裔 担心日后难找居所 Where are you from? I say I'm from Pakistan He say not have the room Even have us so it doesn't want to be 做装修的地铺 负责人就说 这里位置好 想搬走 我们在装修的行客 集中了大国序 要买回这里 这里有几辣人的床 你也要给一些空间人的 市建局说 项目原用一贯收购政策 自住业主 可获物业史籍 及7年流令赤架计算机津贴 并且有楼满楼船杂 组合就有特贵津贴等 市建局规划及设计部主管邓文雄 预计项目发展成本17亿 项目在多个因素影响下 相信会涉本 这个项目是会派涉人工地设备 建筑成本 和高搜狗价 都是一些重要因素影响到 根据相关规定 至少发行业主同意接纳市建局的搜狗建议 项目才可以推行 香港电台记者 首次回报道 政府晚上公开有独立 顾问赞设的退休部长 咨询最后报告 被公众查完 报告指出 较多收集到的市民意见 究竟是致辞不论贫富原真 不过市民对个人额外 财政承担意见分级较大 任好封部长 去年底战开六个月的 退休部长 咨询期内所收集到的 一万八千多份公众意见 独立顾问公司 完成了一件够报告 并且下午提交被扶贫委员会讨论 报告晚上公开被公众查阅 内容表示 较多收集回来的市民意见 影响支持不论贫富原真 不过市民是用资问题上 对个人额外财政承担意见分级较大 报告也都提倡 不少意见认为 现时长者生活津贴计划的 资产上限有商店空间 反映社会对长者 希望晚年有一点接触 存在一定程度宽容和体谅 公众委员会委员奉建议划 报告综合了四个可能结论 当中包括 维持现状 终缓及长者生活津贴 在有入息审查之下 加多一层保障 增加掌均资产上限 和津贴上限 以及掌均去到某个年龄 就提高或一路人金 冯剑计划 他下午的会议上提出 委员会需要就退保问题表态 但不和委员会主席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接纳 我做了三年多 花了这么多人手 时间 钱 而告诉我们 只是提交两个报告 给政府自己去决定 而这个政府的决定 其实已经在资讯文件里面 已经决定了 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负责任 是在做整个过程 做一个大龙凤 做一个大龙凤 出来告诉大家 最后我不做了 扶贫委员会关内基金 专责小组主席 罗志光就认为 委员在不论贫富和油 经济需要两个方案上 立场并没有什么变化 文件也都已经清楚表达委员的意见 我相信每一个委员都很清晰的知道 大家的意见的分析在哪里 扶贫委员会是一个资讯的委员会 但我资讯委员会去投票的意思就不是很大 所以反而我觉得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 反而是好事 另外一名委员会委员田北辰 引述林郑月娥说 政府会在下个月交代退保具体立场 香港电台记者有没有封过到 山西省前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受货案 一审判监12年半 罚款150万 令政策被控利用职务便利 同意只收受赴款1600当年 在项目审批企业经营和职务晋升上 为其他人和单位提供帮助 首支并报道 江苏省上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判山西省政协前副主席令政策 受贵罪一审判监12年半 罚款150万人民币 案情指令政策在2001至2014年间 透过担任山西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 利用职务或职权和地位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项目审批 企业经营 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遗址 非法收受财物一共1607万元 法院认为令政策如实公述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未掌握的仇会反罪事实 以且认罪悔罪 积极退还全部装款装物 依法重启处罚 令政策是统战部前部长令计划的二哥 令计划在胡锦涛国家主席任内 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被视为胡锦涛的亲信 令计划在7月初 因仇会非法获取国家机密 和滥拥职权罪 被判无其途徑 至于令计划的五帝 商人令元城正身在美国 拘捕他带着大量中国国家机密 逃亡当地 香港电台记者手接名 民航处就新航空管制系统成立的 专家小组举行首次会议 民航处处长兼小组主席李田柱表示 有信心新系统是圣诞新年高峰期 能够提供安全有罪的空管服务 邓居言 上个月中体用的机场新空管系统 出现多次事故 包括雷达未能显示航班讯号 以及飞机航速等资料 引起社会关注 民航处成立的专家小组 今天首次召开会议 民航处处长李天柱在会后说 专家小组认同 新空管系统体用五星期以来 运作安全稳定 新系统复杂 运作初期出现个别特殊情况 是无可避免 认同不需延长救系统的动态备用模式 但它并没有正面回应 新系统的磨合期何时完结 至于早前再有雷达显示屏 未能显示航班资料长达75秒 李天柱解释是人为错误 再发生另外一次75秒的情况 其实那个情况就是因为 工程人员是没有跟着指引 就说我们不应该在那个 Live的系统那里抽取资料 做一些分析 这方面是先锁到一些人手的错误 就是有关这个资料 和这个固大资料不同 这个问题 会有一个解决方案 而且承办箱已经是 在那个软件方面的收盖 已经是做出来了 那就需要时间去测试 接下来就是圣诞新年 外游高峰期 李天柱卦有信心 高峰期可以提供安全有序的服务 虽然新系统仍处于一个学期 但每日处理的航班数量 其实已经是会复过旧系统的折扎 最高峰的一天处理到超过1180班航班 相当于去年的 圣诞新年价格的高峰班前 我们有信心 空管人员可以如常在圣诞新年 提供安全有序的空管服务 专家小组下个月底会再开会 到时会邀请前线空管人员表达意见 目标在明年3、4月提交初期报告 香港电台记者邓永莹报道 盟政长官参选人新闻党主席业流 熟以形容选委会选举结果变天 显示831框架 也有利民主发展 另外他批评政府过去的财政政策过于保守 未能够解决深层次矛盾 光辉民报道 新闻党主席业流淑仪 昨天正式宣布参选行政长官 他的政綱包括在人大831框架下重启政改 和落实基本法23条 业流淑仪说 政改和23条立法的问题难度同样高 应该一同处理 他说如果社会有共识就会推行 又强调选委会结果 县示831框架也有利民主发展 希望民主派能够好好考虑 选委会界别的选举结果 你提到的 根本已经变近天亮 四大界别是不影响泛民人士拿到很多票 他们都有能力提名两个候选人 甚至是支持一个比较温和的候选人做特首 所以根本831框架是有利民主发展的 我希望他们好好考虑一下 另外叶柳淑仪在本台节目说 政府过去的财政政策可以更加进取 自出当年来都估错数低估收入 最终只能够以派档回应正当诉求 批评政府便能够善用竟余解决深层次矛盾 叶柳淑仪在双台节目中又说 不担心因为参选被爆出有黑材料 财产我也差不多公开了 在行会申报了 每买一手股票 近年来都没有了 健康我可以随时都公开 我也都没什么匪民 想找男朋友找不到 他又说会邀请不同界别人士加入班底 包括民主派人士 希望将民选经验带入政府 但暂时未有人选 香港电台记者会不会明白 在北京国家环保部预计 今天直至下星期三 京津企地区及周边省市 将会出现大范围区域性空气重火炎 是今年入秋日最严重 北京政府今晚半点起 会启动空气重火炎困色预警 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林家平达到 今天午后北京空气质素明显转差 早上的蓝天白环已经变成灰蒙的一片 空气里面有烧焦的味道 在街上大部分徒人都戴着口罩 有市民表示 周末假期不会出街 没有办法 就是带着口罩 妈妈得上 夜夜夜不能上班 然后就是不出门 就在家里呆着 然后自己在家里做防护 开煎花器 明天后来真的习惯了 因为这种天气经常有 比如说屋排很重的话 你要骑自行车 首先那种辆大 然后呼吸也会加重 对吧 然后可能尽量互买大的时候 就不要在室外活动的活动量太大 都做得甜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计 北京的空气会变得更加差 明天开始达到重度或者以上污染水平 市政府在今晚8点 启动全年首次空气污染红色预警 即是最高级别 部分车辆禁止行驶 其余就限制单商货行驶 地盘亦都停止施工 学校停货或者弹成上货 国家环保部公布 今次一年六日的亡霾天气 是全年以来最严重 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 已经向天津 河北 山东 河南发出提示 预计二十几个城市 将会发出红色预警 九个城市将会发出橙色预警 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林家平报道 另外在北京中央经济会议召开 明确表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又明确提出定位 楼是用你住不是用你炒 言以停报道 在北京中央经济会议召开 新华社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总理李克强展述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对明年经济工作具体部署 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强调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楼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的手段 加法研究建立符合国情 适应市场规律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既抑制房地产泡沫 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会议表示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 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救房 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救房 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 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 提高住宅用地比例 困惑城市限制和低效用地 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 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另外要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 规划开发、销售、仲介等行为 新华社评论提出 要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 着力防控资产泡沫 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 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香港电台记者连议庭报导 美国传媒引识知识报导 相信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 透过黑客干扰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会向干预美国大选的国家 采取行动 张曼燕报导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任何国家企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无可置疑会采取行动 他说执行有关行动的时间和场合 由美国决定 部分行动可能公开和明显 奥巴马说 曾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 已经向对方清楚表达自己对事件的感受 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报导 相信是普京下令透过黑行干预美国大选 并指示叠方将杜取得来的民主党资料公开 普京的目的 由最初遥向世界展露美国政坛腐败一面 打击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信誉开始 逐步演变为宣传希拉里的缺点 帮助特朗普 白宫发言人叶奈斯特亦说 只有俄罗斯最高层官员才能撞出这项命令 俄罗斯外长拉夫劳夫说 对于俄罗斯未知介入美国总统选举的讲法 感到谱定口外 认为未用这种手段去说服其他人 明显是愚蠢和无作用 俄罗斯总统失文秘书 佩斯科夫应用报道是可笑和荒谬 美国总统当选人 特朗普仔社交网站留言 质疑如果真是俄罗斯 或者其他黑客入侵 为什么白宫不一早采取行动 要在希拉尼落败之后才关注 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举行第二日会谈 双方达成多行经贸协议 但是日本自力争取解决的北方四统问题 普京表明 期望一个小时内解决 是有此的想法 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由山口远转底通经之后 和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进行工作误宴和会谈 双方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普京形容增进商业联系 可以建立信心奠定改善关系基础 他说必须扩展双方潜在经济合作 安倍透露 日本官方和资营机构 准备超过60个项目投资 俄罗斯 特别在沿东地区 涉及医疗、农业、环境和能源等 日本船会报道 日本公私营机构计划投资25亿美元 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 也会提供借贷 开发当地天热气 另外在日本自力争取解决的领土问题上 普京表明 以为在一个小时内可以解决 是优智的想法 但需要探讨方法解决 普京表示认同 他说要达成70年来 不能够达至的和平条约会容易 但两人作为领袖 可以展现诚意签订和约 一额同意在有主权争议的岛序上 展开经济合作 双方就北方四岛共同经济活动 发表声明 领域包括如业、观光、医疗和环保等 俄罗斯称北方四岛为南千岛群岛 因此实际管理 共同写指俄罗斯坚持主权 所有经济活动将基于俄罗斯法律展开 以一额领土问题谈判受制于俄方主导 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重复今晚的新闻提要 本港联同两个外国警方 征迫86宗网上情缘骗案 73名受害人是香港人 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超过900万元 消防处承认 将军澳百姓各一条山间 早前发现大量泡沫 与附近训练学院一次训练有关 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出 楼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 跟随天的方面 天文台预测明天最高指外线指数 大约是5 强度属于中等 环境保护处公布 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4-5健康风险水平中 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5-6健康风险水平中 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 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 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 东北贵后风自续为 广东沿岸带来清凉及干燥的天气 本港地区今晚同 明天天气预测 晚间大致天晨及干燥 天气相当清凉 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 新界在低2-3度 日间云量逐渐增多 最高气温大约18度 吹和缓指清净东北风 只望翠后几日 气温逐渐回升 下周中期游记阵雨 现时气温15度 相对10度59% 香港电台这支新闻能天气 拍到月份 香港电台晚家在京 欢迎收听这支晚间财经 主要节目嘉宜 宋吉良 来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提到要抑制房地产富门 防止楼价大气大落 也提出明年的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有效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 要将防控金融风险碰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由经济分析源指出 中央会在财税方面着手调整楼线 陈乐坚报导 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管住货币和信财政策 支持合理买楼自住 严格限制信财流向买楼投资和投机 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楼价上升压力大的城市 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 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良表示 楼市在内地不同城市有不同情况 难以一刀切以增加土地等需求管理措施解决问题 而且楼市对经济有很大影响 处理不好会打击内需和实体经济 他相信中央会先在财税方面着手 国内它的货币供应量相当之大 M2是GDP的200% 这些钱没没掉开 要是去公司就去楼市 国内它的货币供应 它是维持比较大的供应的话 那你又要稳定楼市 你一定要在机制那里有些改变 包括譬如说现在讨论间的一些所有的问题 那我相信迟早可能会退出的 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明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货币保持稳健中性 要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位置 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谊报道 美元强势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受压 在案价和总监价在厂超过八年半身低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部6.9547对1美元 下跌193点指 另外人民币也跌至6.95水平 另外人民币辨值预期 带动人民币远期合约价下跌 推高远期利率和离岸橙色上升 有分析完预期 离岸人民币橙色将会持续变紧 这一集报道 受到美元偏强影响 人民币中间价下调219点指 跌至6.9508对1美元 创超过八年半身低 上海银行同业拆息全线上升 隔夜拆息在2.3厘以上 一个月拆息大约在3.15厘 香港财资市场工会教授的显示 离岸人民币拆息仍然普遍偏紧 隔夜拆息处于10厘水平 一星期至一个月期保持在9厘以上 发行银行亚洲利率研究主管张淑贤预期 离岸人民币拆息将会持续偏紧 离岸我相信因为人民币压力可能持续一整年 变成内地都不排除他们会继续有一些调控的情况 就是禁着一些资金走出来 要留意有些资金就不是美金走出来 而是人民币走出来 在这一方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香港人民币的资金钱 所以在离岸方面就预计之抽紧的情况 当然不是一定是抽得很高 但是持续感的情况都会一段时间 张淑贤预期 人民币将会持续性转弱 至明年底或社会跌至7.3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就指 长期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的 仍然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又说要正视联储局加息的影响 大部分贬值压力在加息之前得以释放 不必过分担心美国加息 会令到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 加大资本外流 香港电台记者李耳琴报道